八半夜 先是一群人在马路旁 七嘴八舌 比手画脚 再来一年身穿黄色上衣的男子 把穿白衣的酒店经济 拽倒压制在地 接着一群人像看见仇人似的 从四面八方飞扑过来 对他一阵狂殴毒打 纵使男子奋力起身 反击想逃 那大伙儿还是不罢休 再把他撂倒继续暴打 完全不顾一旁行精车辆 直接在马路上演大乱斗 打了几分钟后才终于休战 但这还没完 酒店经济的同伙还嚣张反击 诺杂水干恨铁姐们 酒店经济这边怀疑是一名脚头所为 派出球棒队 前往对方公司砸垫泄愤 事发在10号国庆日清晨12点多 一些嫌疑发生在台南某酒店 这名酒店经济 乔玉国小筹家 两人结怨多年 对方人多将他报打送医 经济吞不下这口气 才会上演复仇记 方方共计八人 其中现场有四人受伤 均为差错伤 涉案主嫌已道案说明 全安将依涉嫌违反刑法 聚众斗殴罪 社会秩序为复法 依法侦办 街头上演全五行 虽然远景货报打到人 但恐怕暗地里 双方纠纷还没平息 记者赖冠章 台南采访报道 我肯定不见是 外出的 我们下期见 不见 许多了 不见 我肯定不见 不见